不过其实就在晚间8点多 前阵区的居民就已经通报 有大规模的气体从排水孔外泄 到处更是弥漫着浓浓的瓦斯味 不过各单位却没有紧急戒备 就在31号晚间的23点59分 从凯学三路跟二升路交叉后 开始发生了一连串的气爆 将整片道路炸翻